我们都知道通话费是以分计费 那有听过到咖啡厅喝咖啡也能以分计费吗 在英国伦敦开了一家良心咖啡馆 付多少钱有客人决定 而且建议以分计价 一进门就看到好多个时钟 这里不是钟表店而是咖啡馆 而且还是一家良心咖啡馆 付多少钱有客人决定 对老板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来这里的每个人 都可以好好的放松享受一下 不过咖啡馆还是给客人一个计费的方法 客人一进门就会拿到一个时钟 因为咖啡馆建议以分计费 每分钟三半 每分钟三半 一个小时就是180半 相当于台币90元 就可以享用免费的茶 咖啡烤面包还有饼干 我之前来过两至三次 所以我找到一个咖啡馆 我能够做很多工作 休息一下几个小时 没有迫力购买 没有迫力购买 有康处备的空间 开门 所以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能够做一些工作 对 但背后非常好 甚至是想要留下更多或少 或什么都要 是一个开门 只能放钱 你不必须控制它 非常好 我喜欢它 咖啡馆2011年就在俄罗斯开张 目前已经有八间分店 还有一家在乌克兰 伦敦的分店是老百网西游拓展的第一步 老百还计划 今年要前往美国 在纽约开下一间分店 我们想要在每个地方都在各地 我们确定每个城市需要这样的地方 但首先我们想要开始 跟着更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